九十九岁的老人手持尖刀 撬开百年猴经的天灵盖 生生把还在跳动的猴脑 喝进肚内 随即诡异一幕发生 原本花白的头发 瞬间变得乌黑亮丽 褶皱不堪的皮肤 也变得白皙如意 谁能想到 即将百岁的沟楼老人 摇身一变 竟成了娇春妩媚的妙龄女子 感到的孙女 孙旭看到这不可思议的一幕 当场震惊的张大嘴巴 更令孙女震惊的是 奶奶金凤 竟让自己以后喊他姐姐 还说要靠着这具年轻的躯体 生个儿子 传承家族的万贯家财 返老还童的金凤不知道 他吩咐掩埋猴尸的仆人 感觉麻袋内有东西蠕动 吓得落荒而逃 而并没有死透的猴经 发誓一定要复仇 隔天 金凤正准备和一位精壮小伙交流一下 躲在暗处的猴经 迅速朝对方吹了一口猴毛 只见小伙揉了揉眼睛 在睁开后 差点吓尿 原本娇称妩媚的女子 竟变成了一个老太婆 如此诡异的一幕 当即把小伙吓死 不过很快 金凤又相中了另一个 外乡来的卖艺小伙 而小伙面对金凤的嗜好 不仅出奇地配合 还十分殷气羡慰 直到洞房花主义 金凤都没发现 自己的卖艺小伙丈夫 竟长着一条毛茸茸的尾巴 没过多久 金凤成功怀孕 只不过奇怪的是 肚中的胎儿生长奇怪 直到这天晚上 金凤无意发现 丈夫胸前竟凭空出现一撮猴毛 就在金凤吓得要滚下床之际 丈夫及时赶到 金凤心想 可能是自己刚刚眼花了 为了表明自己有多爱对方 金凤告诉了丈夫 自己的大秘密 说他小时候被一只猴精救过 直到自己活到99岁 再次遇到了那只猴精 为了烦恼还童 就把对方的猴脑给生吃了 听到这 丈夫面露猙獰 说道 你恩将仇报 你会有报应 话音刚落 金凤就被噩梦惊醒 可那真的是梦吗 紧接着 他又在被子下 发现了一撮猴毛 不仅如此 金凤脸上 也开始出现皱纹 截二连三的刺激 让金凤有了早产征兆 更刺激的是 他竟生了个猴子 这让高傲的金凤 受尽村民耻笑 为了证明猴子不是自己生的 狠心让人 当众把刚出生的小猴摔死 强烈的刺激下 让金凤又回到了老太龙中梦 经历了这么多 金凤也彻底回悟 选择上吊 来为自己的种种恶行赎罪 所以说 做人一定要善良 千万不要自私自利 最终害人害己 感谢观看